国际最新消息来看 土耳其东南部一栋在地震中受损的建筑 周日突然倒塌 造成一名路过行人受伤 提供给您的画面上可以看到 这栋六层楼的建筑突然从下方开始粉碎 向前倒塌 现场大量沉烟飞扬 附近民众跟驾驶看到之后吓得紧急奔逃 而土耳其东南部这栋建筑物 在上个月大地震当中 结构就遭到严重破坏 当局早就已经封锁禁止人员进入 正在等候进行拆除 不过星期天建筑物却突然先行倒塌 而救难人员从瓦砾堆当中 拉出一名行人送医 幸好经过八小时的搜救 确认大楼残骸下方并没有其他人员受困 而现场则是持续进行清理工作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